嗨 大家好 我是阿莉加莎 今天呢 我來到了瑞士 瑞士算是全世界消費最高的國家 然後今天呢 我想要來帶你們看 就是我跟我媽媽兩個人 來瑞士七天六夜 總共會花多少錢 因為這一趟是跟媽媽來嘛 要讓媽媽過稍微OK的生活 所以我們不會住特別貴的飯店 但也不會住很爛的 帶大家看看 在歐洲正常花費六天的話 需要多少錢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走啦 好 所以第一天呢 我們來住的房間就是 EBIS的一個 算是蠻經濟實惠的一個雙人房 可是他給我們了 三個人的床鋪 洗手台 洗澡的地方 蠻小間的 他的價錢是 3280 然後加上一個人8瑞士幣的City Tax 然後我們的房間是 是微微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的 但是因為EBIS就是一個比較經濟的Hotel 所以他不會在第一排 他不會是那個view最好的房間 他被前面的貴的Hotel打住了 但是因為我們主要旅遊的地點不是留生 所以我們就是把剩下的經費留在後面 就是瑞士山上的Hotel 那個我訂的就會稍微貴一點點 好 現在我們要從盧森到 Interlaken了 因為Interlaken就是一個 去各個山上的一個中心點 然後這一班就是所謂的 黃心列車 所以等一下 不過的風景會是整趟瑞士裡面最漂亮的 然後我們做的是 First Line 因為頭等艙就是基本上沒什麼人 然後二等艙就是一大堆人 所以你不太確定你到底想要搭的時間 會不會有位子坐 所以你可能只能先定位 然後你定位可能還要再付一個定位費 所以就是超級無理麻煩 然後超級不方便 但是頭等艙的話你就是隨時跳進來 就是空的 二等艙竟然有觀景窗 然後我們一等艙的沒有 這一趟的車子呢 我會在最後整理給你們 因為我是買Europass 這個就是你可以兩個月內任選10天 黃金列車 算是整趟裡面那種費用最高的 所以這一趟蠻划算的 好現在呢我們來到了一個叫做瀑布鎮的鎮 這個鎮通常在瑞士就是比較少亞洲人會來 一整個路上沒看到半個台灣人 但是我就是很堅持我想要來住在那個瀑布的下面 不只它有那一條很長的大瀑布 它整個城市呢都有各式各樣的小瀑布 到處都可以聽到那種瀑布 我選了一個有Balcony的房間 所以我們可以有陽台 通常這種房間也會特別的貴 但我覺得你既然來住這種地方了 那就是你已經花錢了 那你就是要住到好的 因為我們住這種地方就是為了後面的瀑布 哎呦我的腰耶 瀑布鎮最有名的那個大瀑布 這一間一個人的價錢3000台幣 所以我跟我媽加起來6000台幣一個晚上 這一家旅館離車站大概走路是7分鐘 這裡呢就是我們住的hotel它的餐廳 然後從餐廳就可以直接看到外面有雪山還有瀑布 而且我覺得它早餐給我超有誠意的 可以自己做那種優格麥片 然後它就給你優格 還有一大堆的水果 而且都是還蠻不錯的水果 火腿跟起司 可以自己夾在麵包裡面 還有我最喜歡的 Scrumble Eggs 這邊就是有各式各樣的果醬 我覺得歐洲他們的果醬都給的很齊全 我坐好了 我覺得瑞士吃飯的秘訣就是 因為它餐廳都會給你早餐 所以你早餐就盡量在餐廳把它完全吃飽 因為這樣子到外面一樣的一餐大概就要變成700台幣 然後我覺得瀑布鎮還蠻推薦的 因為這個城市它的觀光客非常的少 所以就不太會有那種很觀光的感覺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台灣人 但是有看到大陸人、印度人 還有很多的韓國人 現在就是在一個叫做Gringdowell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它被稱作為歐洲最美的小鎮 真的超級美 現在走到了我們Gringdowell的Hotel Hotel Carvana 然後我選這一家是因為你看它的景 望過去就是Gringdowell的三層小鎮 然後直接面向愛格峰 然後現在呢就要進到我們的房間了 毛毯有沒有一種很高大上的感覺 這個是我們的床 好溫馨喔 我覺得比昨天那一間又高級了一點 對因為這一間比較貴 因為我把最重要的投資就是投資在這一間 一個人晚上你們猜猜看要多少錢 3500就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住兩個晚上就是14000 然後我們的房間呢 最美的就是陽台 其實這不是陽台耶 這是直接衝往外面 直接看那個風好棒喔 好現在在Gringdowell 大家會來做的活動大概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爬少女風 那個是我們明天要做的事情 現在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去FIRST 那個山峰最主要就是有很多冒險的活動 現在我們坐在上FIRST的纜車上面了 剛剛那個3日的VIP Pass 你們一定要在台灣先預定 因為在台灣預定它會有 找鳥價錢就是196三天 然後剛剛我們現場問是241 然後它可以上少女風 也可以上FIRST風 也可以上我們昨天的那裡 羊駝喔 現在的背景已經變成全白了 我們大概坐了20分鐘 這邊的高度是2100公尺 我覺得雪超刺眼的 雪比太陽還要刺眼 吃起來還蠻像台灣的剉冰的 現在我要一個人去玩這個 因為我媽不敢玩 剛剛他說一個人的價錢好像是29還是25歐 但是我們有少女風的VIP 所以現在可以打對折 玩一趟大概是15瑞士幣 OK 3 2 1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少女風 這個觀景棚它有賣各式各樣的東西 你來看一下它的價錢 那邊有辛拉麵 那邊吃 所以背帶瑞士的價錢是 260台幣 在韓國是30台幣 而且就算你自己帶拉麵上來 它的熱水也是4.3 150台幣左右 大家能自己帶零食上來 就自己帶食物上來 因為真的太貴了 但是瑞士的超市也不便宜 就是一個微波的飯 大概要8 250台幣左右 嗯 看起來好辣 然後這個是我媽的七爵 那我來出頭 嗯 有貓 所以旅遊現在已經到了第五天 第五天就已經開始完全不化妝了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很遠的一個地方 叫做特馬特 它是對於是比較南部的一個地方 然後今天一樣還是坐在頭等艙 欸真的頭等艙實在是太划算了 因為頭等艙就10天的話是500多一點點 二等艙是400 所以只多了100 很爽 沒有人在那邊吵你 好 我們到了特馬特了 還滿像觀光城鎮的耶 然後特馬特是我第一個看到就是有Taxi的城市 而且他們的Taxi呢超特別的 它是一個無車的城市 所以它的Taxi才會長得那麼特別 這邊大家都是用走路的 所以這邊Hotel你一定要訂一個 跟車站很近的Hotel 我訂的旅館全部都是那種什麼 9點0 9點3番 就是都是那種最好的 耶 來到了我們的Hotel Tesla Guria Hotel 其實我沒有擺很大的重心在這個Hotel 就是我沒有要住很好的意思 但是它一碗的價錢也是一萬二台幣 Four兩個人 然後還要再交一點點的City Tax 然後我選的都會是這種有陽台的 我覺得這種心情會比較好 才可以直接跟這個城市呼應 但是我們的陽台好像是跟別人家共用的 所以這樣就會通到別人家 這一餐我們可能會吃麥當勞 因為就是已經太不想再吃麵包了 已經吃那個瑞士料理 還有那種歐洲早餐吃到覺得很想吐 所以現在反而有點懷念麥當勞的感覺 麥當勞呢就是一個物價水準的標準 所以有一個指數叫做大麥克指數 就是你去一個國家 你只要看它大麥克大概是多少錢 就可以知道它的消費水準在哪裡 美國是5.2美金 台灣是79台幣 現在我們就去看看瑞士多少錢 B-MAX 6.5很貴 6.5比美金還貴 所以 這裡的消費真的是超級無敵貴 然後我點了一個比較大的漢堡 然後我們共點了一份套餐 這樣子兩個人的價錢呢 是22瑞士幣 也就是大概700台幣 很貴 好現在我們的瑞士行已經結束了 就是現在我們在回程的路上 現在要來公布總共花費的金額了 飛機兩個人花五萬元 住宿兩個人花三萬五千元 交通包括火車三鎮還有纜車 六萬八 但是我覺得其實沒有到六萬八那麼多 因為我們是歐洲任選十天 可是在瑞士only的話 大概只有五天 有點難賺 那還是算他六萬八 食物一個人一天大概是一千台幣 六天兩個人總共是一萬二 最後有一些雜像 像是明信店 還有我去玩那些什麼高空繩索之類的 還有一些什麼廁所啊有的沒的 總共算四千好了 所以總共是十七萬台幣 有一點貴 但是我只覺得 我覺得還好 但是我覺得住宿既然都已經貴了 所以你乾脆就選那種景非常好的地方 你就會覺得你貴喔 貴的價值 住宿算貴 但是我不會花下去覺得很心痛 其他東西像食物我就會覺得還蠻心痛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們想要看我在瑞士 怎麼用一千塊吃一天三餐的話 可以看這部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